新加坡的一个研究机构分析了中国大陆283个中小城市的市长还有市委书记 从他们10年的政绩还有升迁结果发现 中国的所谓绿色官员升迁难 这份研究用量化的方式再次佐证了中共官场追求GDP和表面政绩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邓永恒教授3月30号公布一项研究结果 结果显示在中国如果城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内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话 升值概率将高于8% 如果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上面 那么升官的几率是负的数值 邓永恒建议中国应该改变干部考核体制 而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和宗教学系教授赵世林指出 中共任命官员和提拔官员的标准是不择手段的追求所谓国内生产总值GDP 因此不管生态且不顾一切代价 赵世林又指出中共官员给出的GDP数字很多时候是假的 各省统计的GDP数字比中央统计的至少高出四五千个亿 甚至有的时候高出三万个亿 那么假政绩为什么如此猖獗 赵世林说因为官员这样做能迅速获得升迁 能使自己的政治前途获得保障 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明表示 这种单纯追求GDP数字的GDP主义 已经在中国存在很长时间 后来民主上都说了理不上了 你说这个菜兰的工程 这个福利 这都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都是什么修路啊修桥啊 跟大楼啊都是这样的 中国的就官场的形式主义 这种集体主义两个结合一起的话 就是这个结果 就是你要全花在面上的 就人家看不见吧 看不见就容易提升了 关键是他的考核体系 关键是他们上级的这种政绩价值观有问题 中共当局又为什么要采取 这样一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和政绩标准呢 赵世林指出 中共当局急功近利 只为确保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因为短时期的发展 能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 比如贫困问题和基本生存问题 他认为很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一开始难免碰到这个问题 但是赵世林认为 中国已经改革30年了 民众已经付出沉重代价 现在中国必须彻底改变 张明则指出 如果中国民众的意见 必须纳入官员的政绩考量 那么官员的观念必然不同 张明说 中国政权不是来自民众的授权 才造成今天中共官场的表现 今年年初以来 有毒的雾霾笼罩了北京和中国北方 据大陆官媒 中国广播网报道 有经济学家调查发现 一个地方的环保投资占当地GDP比例 每升高0.36% 当地书记的升迁机会便会下降8.5% 这些经济学家认为 没有野心的官员才会关注环境 而有野心的官员则会通过修建新路和基础设施来提升GDP 另外山西省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71%的受访群众认为 那些只顾经济增长而不管环境污染的官员应该被解职 但91%的官员却认为 这种官员应该继续留用 中国新闻网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作家冯继才在两会期间指出 多个城市出现的雾霾问题 恐怕跟现在官员的政绩观念有很大关系 冯继才说 凡是能跟政绩挂上钩的 官员就关心 跟政绩无关的事情 官员往往就不关心 或者放在一边 前面 黄深